近来天气持续低温,正是泡温泉的旺季,但是温泉并不是谁都适合去泡的。 在中山就有一名23岁的女孩泡温泉时晕倒,再也没有醒过来。 那么泡温泉时需要注意些什么呢?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。 因泡温泉猝死的女子是吴州人。 11月26日晚6点左右,她和朋友在中山三乡全眼温泉的咖啡池泡温泉。 据宣传资料介绍,这个咖啡池是在泉水中加了咖啡,有提神促进皮肤新陈代谢的作用。 但这名女子泡完咖啡池后身体不适,后经抢救无效死亡。 女子的死因还有待警方进一步调查。 据温泉相关负责人介绍,平时她们在显眼的位置都有张贴泡温泉的注意事项。 虽然偶尔会有客人在泡温泉的时候感到不适,但是像这次这样的悲剧还是第一次发生。 记者发现,时至寒冬,有不少人都会选择去泡温泉放松一下,但是对于泡温泉的注意事项,很多人还是一知半解。 注意事项吗? 例如有什么情况是不浸得的? 受了伤? 呃,不知道了。 其他地方有什么注意事项? 不要动身。 不要动身? 有没有其他呢? 不要浸太久。 医生提醒大家,精神不佳吃得太饱或者喝醉酒的情况下都不适宜泡温泉。 体质不好的或者本身有高血压、糖尿病、哮喘、慢性肺气肿等疾病的人就更不适合泡温泉了。 因为他本身是说浸安全的温度是高的嘛,比个人体大量出汗,心跳加快, 而且心脏好氧量会增加的,有时候有些血管扩张和收缩, 对高血压来说,高血压的病人,心脏病人比较容易引起脑中风和心肌浸测的。 谢谢。